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色斑。 樹地、加蘭,在1922年6月10日生於美國名尼蘇達州,是同星出身的美國女演員及歌唱家。 1999年,美國電影學會選他為8年來最偉大的女演員第8名。 加蘭45年多才多藝的演藝生藝中,以扮演音樂型戲劇角色和在音樂舞台上的表演而成為世界級明星。 他獲得過奧斯卡最佳青少年演員獎、金球獎、終身成就獎、兩座格林美獎和一座特別托尼獎。 1939年,加蘭在18歲苗寧憑、陸野仙宗、陶鑰斯、蓋爾一角成為家喻護曉的同星。 經典、經典插曲、彩虹之上,被美國電影學會評為電影歌曲之首。 1954年,星海浮沉落,熱影一時,卻大熱島做奧斯卡影后。 後來再憑、劫後升評、提名摩斯卡。 除了成功的電影事業外,加蘭在音樂和電視也獲得成就。 他共發行八張專輯,61年憑現場專輯,Judy at Carnegie Hall, 正為第一位贏得格林美年度專輯獎的女性。 63至64年,加蘭作CBS台主持了26集的《樹地·加蘭秀》提名喊美獎。 1969年,加蘭在倫敦因復約過量突然離世,中年四十七歲。 加蘭以歌舞劇成名,個人生活悲慘,長年受遇酒、濫藥和情緒問題困擾, 使他成為重要的同志偶像。 他的英年早世也被轉是石牆暴動的核心起因之一。 加蘭的長女麗莎,明尼莉同樣是歌舞影星, 是演藝圈大滿貫得主。 加蘭有五段婚姻,三名兒女。 其中第二任丈夫是導演文生,明尼莉, 兩人曾於四十四年在火樹銀花合作, 欲有一個女兒,歌舞巨星麗莎,明尼莉。 加蘭與第三任丈夫Sydney Luft, 獨有一子一女。 女兒是演員Lorna Luft。 2014年,奧斯卡金像獎慶祝, 六野仙宗。 七十五周年,加蘭的三名子女受邀出席典禮, 典禮上流行Gossip Pink現場,彩虹之上。 1938年,只有十六歲的加蘭被選為 六野仙宗的主角。 電影公司美高梅為了控制他的體重, 只讓加蘭進食黑咖啡和雞湯, 每隔四小時吃控制食肉的藥, 每天抽八十斤煙。 這成功壓抑了他的體重, 但對他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留下很大的影響。 在加蘭的成年生活, 他一直面對禦酒和濫藥的問題。 1947年,他因壓力巨大情緒崩潰, 被送到療養院。 他長期情緒不穩, 對自己的體重和形象沒有信心, 靠濫用物質圖來現實。 加蘭在《六野仙宗》的角色圖偶師, 蓋爾可愛動人, 接受與社會主流有出入的人, 與他們做朋友。 英語里語Friend of Dorothy, Dorothy 的朋友, 是同性戀者的代稱, 現代多數解釋歸功加蘭的角色。 不過彩虹其歷史比, 彩虹之上,悠久, 與加蘭的名曲純屬美妙巧合。 加蘭歌舞劇形象鮮明, 現實生活種種悲慘都受被社會排擠的LGBT群體擁大, 令他成為最早和最大的同志偶像之一。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護系列。